习近平真是太酷了 在俄国侵略乌克兰一周年之际 而且是眼看着俄国人节节败退 战况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整个战局即将完全明朗化的情况下 在拜登参加俄国录侵乌克兰一周年的纪念的同时 习近平派王毅去出访俄国 会见了这个俄国的外长和普京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跟那个1910年入宫做太监 和1949年投诚国民党做出一样的这个最垃圾的选择 为什么在一些关键的时刻 都会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选择呢 这个还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明明知道这个会面临着国际上这个巨大的谴责 或者说巨大的这个制裁 还是一意孤行 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精神文明 况且你的这个物质文明现在这么差 还要去实现这个自己的这个精神文明 自己精神上的这个追求 带领十几亿中国人民陷入这个不可自拔的泥潭 哎呀作为中国民众啊 有这样一个领导人真的是很丢人呢 非常痛苦吧 所以还是奉劝大家 能论的就论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